如我们之间要去南京玩,这份三天两晚的攻略请收好,几乎包含了南京所有最美景点,让你不太遗憾地离开。 第一天,上午去牛首山,一个比布达拉宫还壮观的地方,为节省时间可坐紧区车直到佛顶宫,每一个来这的人都会被震撼,是这样子的。 佛顶宫旁边就是泥头禅寺,门前的樱花道,美如同化,不可错过。 下午去免费的玄武湖,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,樱花和玉京香多得像不值钱似的,一步一紧让人流量往返,让从解放门出去,登上世界最长的名城墙,俯瞰玄武湖,免跳金明寺。 成见下来就是南京最美的樱花大岛金明寺路,美得让人挪不动脚步,尤其是傍晚亮灯时分,非常梦幻。 晚上去老门东,吃金明汤包,逛兴风书店,住宿在夫子庙附近。 第二天,上午去明香陵和中山陵,则走石巷路,看看康熙玉杯。 爬爬392级台阶,去音乐台喂喂鸽子。 下午先去南京长江大桥,看看这座一百多个国家元首都参观过的大桥,和汽车、火车轮船同框拍照。 然后去中山码头坐两缘的轮渡到普克火车站。 看看这座朱自清送别父亲的背影,和秦森森雨萌萌中一平和舒缓离别的车站。 晚上常常南京特色大排档,羊春面一定要试试,然后夜游琴怀河,感受一下度目失踪,烟笼寒水,月笼沙,夜泊琴怀进酒家的一景。 第三天,晨温出土了圣经世界的文物的新大包安塔,绕去莫兽湖,观赏随丝海棠。 绿色红肥的花朵,拍人像很美,而且门票免费。 以上就是刚刚从南京回来整理的三天两晚攻略,我是芒果,独自旅行中国。